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到以前来讲啊 这2万多的差价对于mini来讲真的就是刚装上牌照 这2万多的差价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现在mini的保值能力非常非常的令人折舍 因为现在mini如果你去4S店订新车的话 不仅没有任何的优惠 而且它的提车周期长达半年的时间 而很多的买家呢 其实也等不了这个提车周期啊 都转到二组的市场上来买这种准新的mini coupe s 所以现在我们在收购这种车的时候 就遇到了很大的一个竞争压力 关于这台车的橙色呢 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1.2万公里 非常新的一个状态 内外橙色都保持的不错 而且你可以看啊 整个漆面还都贴了透明车衣 光这一项 对不对 花你个1万块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开这台车的一个感受啊 说实话啊 这一代的mini我开了很多 但都是6at的这个版本 可能开过这个改款之后的双离合的这个动力总成呢 也就那么一两次的时间 前几天啊 我刚给我的媳妇也买了一款 这个同代的这个coupe s 不过是6at的版本啊 两台车开起来的这个感受呢 其实差别并不是太大 它的这个b48的2.0t的发动机呢 功率不算低 但是峰值扭矩啊 并不是特别高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啊 280牛米的这个水平呢 不算特别的多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车开起来是比较温柔 比较肉的啊 它的这种加速的感觉 尤其是油门出段的这种 往外给你的这种推背感啊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吃惊的那种状态 我们之前常说啊 mini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钢炮啊 它的这个动力输出是没有任何的妥协的 悬挂反扩也是非常非常的硬的 在这一代F底盘呢 换了双离合变速箱的这个 大改款之后的mini身上 依然是如此啊 无论如何 它都得对得起中网上的这个S的标志 还有基盖上的这个大屁股 现在在我们的小程序上 是有很多的mini车型在售的 车铃都不是特别的长 有三缸的 也有这种Cube S 四缸的这种版本 而且什么康区曼 Cloverman也都是有的 这些车的价格 其实比起一年多 或者是两年以前 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 但是说实话啊 横向比较 去跟其他的同行去比较 我们的价格控制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 这个价格上涨的势头 表现的太过的明显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东西 加一样 回归到一个正常的 这样的一个行情区间 另外一点呢 就是关于现在火爆的 这个mini的这个行情啊 可能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啊 可能六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这周的详谈 我的同事李祥 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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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